吹烟在农舍的屋底鸟鸟生起 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 消瘾了 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 扁淡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 我听到老人粗雅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 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 少年去游荡 中年绝宝藏 老年做和尚 请听于华的长篇小说 活着由众巍巍演播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就守着汽油桶煮钢铁了 我负责往桶里加水 凤霞呢拿着一把扇子伤火 加珍和有庆捡树枝子 一直干到了半夜 村里所有人家都睡了 我都加了三次水 拿一根树枝往里捅了捅 还是硬邦邦的 加珍呢 累得满脸是汗 他弯腰放下树枝的时候 都跪在了地上 我盖上木盖子 对他说 加珍呢 你怕是病了 他说 我没病 只是觉得身体软 那时候 有庆靠着一棵树 像是睡着了 凤霞两只手 换来换去的扇着风 他是胳膊疼了 我去推推他 他以为我要替他 转过脸来直摇头 我就直直有庆 要他把有庆抱回家去 他这才点着头 站起身来 村里羊棚里 传来慢慢的叫声 睡着的友庆 听到这个声音呢 咯咯地笑了 当凤霞要去抱他时 他突然睁开眼睛说 哎 是我的羊在叫呢 我还以为他睡着了 看到他睁开眼睛 又说是他的羊什么的 我火了 我对他说 那是人民公社的羊 那不是你的羊 这孩子吓了一跳 瞌睡全没了 眼睛定定的看着我 家珍推对我说 哎 别吓唬他呀 说着 又蹲下去 对有庆儿说 有庆儿 睡吧 啊 睡吧 这孩子看看家珍 点点头 闭上了眼睛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呼呼地睡去了 我把友庆抱起来 放到了凤霞的脊背上 打着手势 告诉凤霞 让他和友庆 回家去睡觉 别来了 凤霞背着友庆走后啊 我就和家珍坐在了火跟前 那时候天很凉了 坐在火前暖和呀 家珍累得是一点力气都没了 胳膊抬起来都费劲啊 我就让家珍靠着我 哎 你就 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 家珍的脑袋 往我肩膀上一靠 哎 我的瞌睡也来了 脑袋老往下掉 我使劲地挺一会儿 不知不觉又掉了下去 我最后一次往火里 加了树枝后啊 脑袋掉下去 就没再抬起来了 不知道自己睡了有多久 后来轰的一声巨响 把我吓得从地上一下子站起来 那时候 天都快亮了 我看到汽油桶 已经倒在了地上 火呀 像水一样流成一片的在烧啊 我身上盖着家珍的衣服 我立刻跳起来 围着汽油桶跑了两圈 没见着家珍 我吓坏了 吼着嗓子的喊 家珍啊 家珍 我听到家珍在汽油桶那边轻声地答应 我跑过去一看 家珍坐在地上 正使劲地想站起身来 我把她扶起来时 发现她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我睡着以后 家珍一直没睡 不停地往火上加树枝 后来呀 桶里的水快煮干了 她就拿着木桶去吃汤打水 她身上没力气 拿着个空桶都累 别说是满满的一桶水了 她提起来 才走了五六步 就倒在地上了 她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儿 又去打了一桶水 这回呀 她走一步歇一下 可是刚刚走上池塘 人又滑倒了 前后两桶水 全泼在了她的身上 她坐在地上 没力气起来了 一直等到我被那声巨响吓醒 看到家珍没伤着 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我把家珍扶到汽油桶前 还有一点火在烧 我一看啊 是桶底煮烂了 我心想这下可糟了 家珍一看这情形也傻了 她一个劲地埋怨自己 都怪我都怪我 我忙说 是我不好啊 我不该睡着啊 我想着 还是快些去报告队长吧 就把家珍扶到了那棵树下 让他靠着树坐下 自己往我家从前的宅院 后来是龙二 现在是队长的屋子跑去 我跑到队长的屋前 使劲地喊 队长 队长啊 队长在里面答应 谁啊 是我 富贵 同敌煮烂了 哦 是 钢铁煮成了吗 没煮成 队长骂了 那你叫个屁啊 哎 我不敢再叫了 在那站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 天都亮了 我想了想 还是先送家珍 回城里医院吧 家珍的病 看样子不轻啊 这同敌煮烂的事 等我从医院回来 再去向队长做个交代 我就先回家 把凤霞叫醒 让他也去 家珍是走不动啊 我年纪也大了 背着家珍 来来去去 走二十多里路 看来是不行啊 只能和凤霞 轮流着背他 我背起家珍 往城里走 凤霞走在一旁 家珍在我背上说 哎 我没病啊 富贵 我没病 我知道 他是舍不得 花钱治病啊 我就说 哎 有病没病 到医院一看 就知道了 家珍 不愿意去医院 一路上 嘟嘟囊囊的 走了一段 我没力气了 就让凤霞 替我 哎 这凤霞呀 力气比我都大 背着他娘 走起路来 咚咚响啊 家珍到了凤霞的 鸡尾上 不再嘟囔什么了 突然笑起来 宽慰的说 哎 凤霞长大了 啊 家珍说完这话 眼睛一红 他又说 凤霞要是不得 那场病就好了 嘿嘿 都多少年的事了 还替他干什么呀 城里医生说 家珍得的是软骨病 说呀 这种病谁也治不了 让我们把家珍背回去 能给他吃得好一点 就吃得好一点 家珍的病 可能会越来越重 也可能啊 就这样了 回来的路上 是凤霞背着家珍 我走在边上 心里是七上八下 家珍得了谁也治不了的病啊 我是越想越怕 这辈子这么快就到了这儿了 我看着家珍瘦得都没肉的脸 我想他嫁给我后就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这家珍呢 反倒有些高兴 他在凤霞背上 说着 哎 治不了才好呢 哪有钱治病啊 快到村口时 家珍说 他好些了 要下来 自己走 他说 别瞎着有庆了 他是担心有庆 看到他这副模样 会害怕 做娘的心里 就是想得戏呀 他从凤霞背上下来 我们去扶他 他说自己能走 他说 这其实也没什么病啊 这时候 村里传来了锣鼓声 队长带着一队人 从村口走了出来 队长看到我们后啊 高兴的挥着手喊 福官啊 你们家立了大功了 我是帐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立了什么大功啊 等到他们走近了 我看到两个村里的年轻人 抬着一块乱七八糟的铁 上面还撬着半个锅的形状 和几片耸出来的铁片 一块红布挂在上面 队长指了指 这烂铁说 你呀 你们家把钢铁煮出来了 赶上这国庆节的好时候 我们上县礼去报喜呀 一听这话我傻了 我还正担心这铜笔烂了 怎么去向队长交代呢 谁想到钢铁竟然煮出来了 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哼 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呢 全部打到台湾去 一颗呀 打在蒋介石的床上 一颗呢 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子上 还有一颗 打在蒋介石家的羊圈里头的 说完呢 队长手一挥 十来个敲锣打鼓的人 使劲敲打起来 他们走过去以后 队长在锣鼓声里回过头来喊 福儿啊 今天食堂吃包子 每个包子都包进了一头羊 全是肉 他们走远后 我问家珍 哎 这钢铁 真的煮成了 家珍摇摇头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煮成的 我想着 肯定啊 是铜笛煮烂石钢铁煮成的 要不是有庆出了个馊主意 往铜里放水 这钢铁早就能煮成了 等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有庆站在屋前 哭的肩膀是一抖一抖的 他说 他们把我的羊给宰了 两头羊全宰了 有庆啊 伤心了好几天哪 这孩子每天早晨起来后 用不着跑着去学校了 我看着他在屋前是游来荡去 不知道该干什么 往常这个时候 他都是提着篮子去割草了 家珍叫他吃饭 叫一声 他就进来坐在桌前 吃完饭背起书包 绕到村里羊圈那儿看看 然后无精打采的就往城里学校去了 村里的羊是全宰了 吃光了 那三头牛因为要离田 才保住了性命 粮食也快吃光了 队长说 到公社去 要点吃的来 可每次去都带了十来个年轻人 扛着十来根匾的 看样子 像是要去扛一座金山回来 可每次回来 仍然是十来个人 十来根匾的 一列米都没拿到 队长最后一次回来说 从明天起 食堂散伙了 啊 大伙赶紧进城去买锅 还跟过去一样 各家吃各家自己的 当初砸锅 凭着队长一句话 这买锅呢 也是凭着队长一句话 食堂把剩下的粮食 按人头 分到各家 我家分到的只够吃三天 好在田里的稻子再过一个月就收起来了 怎么熬也能熬过这一个月呀 村里人下地干活开始计功分了 我呢 算是一个壮劳力 给我算十分 家珍要是不病的话 能算他八分 这一病 只能干些轻活 也就只好算四分了 哎 好在凤霞长大了 凤霞在女人里面 算是力气大的 他每天呢 能挣七个公分啊 家珍 心里难受 他挣的公分少了一半 想不开 他总觉得自己还能干重活啊 几次都去对队长说 呃 说他也知道自己有病 可现在还能干重活啊 他说 等真干不动了 再给我记上四分吧 这队长一想也对呀 就对他说 好 那你呀 就去割稻子吧 家珍拿着把镰刀下到稻田里 刚开始 隔得还真快 我看着心想 这是不是医生弄错了 可是 刚隔了一道 他身体就有些摇晃了 隔第二道时就慢了许多了 我走过去问他 家珍 你行吗 这时候 他满脸是汗 直起腰来 还埋怨我 你干你的 过来干什么呀 他是怕我这么一过去 别人都注意他了 我忙说 嘿 自己留意身体啊 他急了 你快走开 我摇摇头 只好走开呀 可是 我走开后没多久 就听到那边扑通一声 我心想不好啊 抬头一看 家珍 摔在地上了 我走到跟前 家珍虽说站了起来 可两条腿是直哆嗦 摔下时 头碰到了镰刀 额头都破了 血还在那儿流着呢 他苦笑着看着我 我是一句话不说 背起他就往家里去啊 家珍也不反抗 走了一段 他哭了 富贵啊 我还能养活自己吗 我忙说 忙啊 以后 家珍也就死了心了 虽然他心疼丢掉的那四个公分 想着还能养活自己 家珍多少 还是能常常宽慰自己的 家珍病后 凤霞就更累了 天里的活是一点没少干 家里的活 他也干得多呀 好在凤霞年纪轻 一天累到晚 睡上一觉 就又有力气 有精神了 有庆 开始帮着 干些自留地上的活了 有天傍晚 我收工回家 在自留地除草的有庆 叫了我一声 我走过去 这孩子手摸着锄头瓣 低着头说 爹 我学会了很多字 我说 哎 好啊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说 这些字 够我用一辈子了 我想这孩子口气可真大呀 也没在意他是什么意思 我就随口说 嗯 那你还得好好学啊 他这才说出真话来 爹 我不想读书了 我一听 脸就沉下了 不行啊 其实啊 让有庆退学 我也是想过的 我打消这个念头 是为了家珍 有庆不念书 家珍会觉得 是自己的病拖累他的 我对有庆说 你不好好念书 我就宰了你 说过这话后 我有些后悔 有庆 还不是为了家里 才不想念书的吗 这孩子十二岁 就这么懂事了 让我是又高兴 又难受啊 想想以后 再不能随便打骂他了 这一天 我进城卖柴火 卖完了 我花了五分钱 给有庆 买了五颗糖 这是我这个做爹的第一次 给儿子买东西 我觉得该疼爱疼爱有庆了 我挑着空担子 走进学校 学校里呢 只有两排房子 孩子在里面 咿呀咿呀的念着书 我挨个教室 去看着有庆 有庆在最边上的教室 一个女老师 站在黑板前 讲着什么 我站在一个窗口 就看到了有庆 一看到有庆 我气就上来了 这孩子 不好好念书 正用什么东西 往前面一个孩子头上扔 为了他念书啊 风霞都送给过别人啊 家珍病成这样 也没让他退学啊 他嘻嘻哈哈 跑到课堂上来玩了 当时我气得 什么都顾不上了 把担子一放 冲进教室 对准有庆的脸上 就谁一巴掌 有庆 挨了一巴掌 才看到我 他吓得脸都白了 我说 你气死我了 我这大声一吼 有庆的身体 就哆嗦一下 我又给了他一巴掌 有庆 缩着身体 是完全的吓傻了 这时候 那个女老师走过来 气冲冲的问我 你是什么人呢 这是学校 不是乡下 我就说了 我是他爹呀 我正在气头上 嗓门很大 那女老师 活也跟着上来 她尖着嗓子说 你出去 你哪像是爹呀 我看你像是法西斯 像国民党 那法西斯 我不知道 对国民党 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 他是在骂我 难怪 有庆 不好好念书啊 他摊上了一个 骂人的老师 我就说了 你才是国民党呢 我见过国民党 就像你这么骂人 那个女老师 嘴巴张了张 没说话 他哭上了 旁边教室的老师 过来把我拉了出去 他们在外面 把我给围住了 几张嘴 同时对我说话 我是一句都没听清啊 后来又过来了 一个女老师 我听到他们 叫她校长 校长就问我 为什么打有庆 我就一五一十的 把凤霞过去送人 家珍病后 没让有庆退学的事 全给说了 那位女校长听后 对别的老师说 算了 让她回去吧 我挑着担子走的时候 看到所有教师的窗口 都挤满了小脑袋 孩子们 在看我的热闹呢 这下 我可把自己的儿子 给得罪了 有庆最伤心的 不是我揍她 是当着那么多老师和同学 出她的丑啊 我回到家里 气还没消 把这事跟家珍说了 家珍听完后就埋怨我说 你呀 你这样让有庆在学校里 怎么做人呢 我听后想了想 觉得自己 确实有些过分了 这丢了自己的脸不说 还丢了我儿子的脸呢 往下 在家里 有庆祝 似乎 我 好 我 你呀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